今天是新进度的开始 今天这一节课非常之轻松 有一半的内容 一半以上算复习 来翻到63页的地方 先看一下第二篇的标题 人群的移动跟交流 各位我们在第一篇 不是讲了很多的制度吗 然后很多像是统治正当 性权威那些是不是跟思想有关 那些都蛮难的 可是我们第二篇讲 人群的移动这个点 是大家相对都比较容易理解 各位知道人群移动 是不是就从A移到B这样子 所以我们只是在 东亚的这个范围当中 去看比较早期 人群移动有什么特征 从哪里移到哪里 到了历史比较后期的时候 人群从哪里移到比较哪里 那63页你先不要翻走 他有一段话还不错 来请看到63页的底下 录影电脑马上就当了 那个小老师还帮我个忙 他无法跳下一页 是小老师吗还是资讯 没关系你来也可以 好那因此我们看到的是 在那我们现在就直接看课本 好不要翻到后面 看到63页最底下的地方 好这边有一段在讲 东亚人群移动的特色 那你先把那个 陆陆跟海上这两个词 先标记一下 有没有在63页最底下的文字看到 好这是两个早期人群移动 当然如果是我们现在 是不是要再加上一个 空中的移动 现在是做飞机空中的移动 可是早期人群的移动 大概陆陆跟海上是两个主要的管道 你自己在课本再写一下 陆陆的话是在是比较早 写一个早这个字 海上比较晚 我们如果以时间先后来讲 东亚人群的移动 一开始都是陆地上的 像思路我们今天会讲到 就是一个移动很常使用的路径 那海上大概是在唐宋之后 好你现在在同一段的文字 往后面看 有没有看到唐宋这个地方 好然后还有一个是在15世纪末 你把这两个时间点标一下 这边刚好跟我们 先前时间轴讲的大架构 是一样的 好请把时间轴拿出来 现在说拿时间轴都要拿得出来 因为几乎每一节都会用到 好了好感谢你 因此请各位在这一段63页的文字 唐宋以来写一个禁世一 然后15世纪末就第一大发现 哥伦布之后写一个禁世二 好那各位还记得 中古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时代 是一个有氏族的时代 好到了禁世以后 是一个经济相对发达 那各位知道人群移动 是不是也会跟着频繁 好那它同时也是一个 海上贸易开启的时代 因此课本这边帮你提示 唐宋以来积极拓展海外商贸 那到15世纪末 我们知道禁世一跟禁世二的差别是 禁世二往往是在禁世一的基础之上 同一个现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那放在我们现在讲的人群移动 就是人群移动的量更大 人群移动这个时候规模 更加的庞大 那这个是我想在63页 我们等于是把第三章 一些初步你从这个地方看 就会知道 它大概是讨论哪一些内容 好现在往后翻 6465跳过去 好这些活动跟观念 我们都会提到 直接看到66页的地方 那66页第一节 它讲变动中的中国社会 这个标题没什么有效性 就是说你看这个标题 你不知道它要讲什么 那我们等于是在讲 中国最早一段时间 人群的移动 以及中国的范围 那我觉得我们的课本不太好的是 你有发现它第一段 就从汉帝国开始谈了 好那这边我会觉得 它缺一个开头 所以我用几张的地图 先帮各位带汉帝国之前 人群是怎么凝聚跟组成的 好那中国最早是一个 华跟乙 华就是华下 乙就是满乙 我们知道华下就是后来的中国 好那现在问大家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要抽斜线 其中考后我有空了 好我先讲问题 刚换新位置 刚换新位置更好更好 刺激度爆表 好我的问题 麻烦大家请先关注一下问题 好我的 大家也在看 然后都没有在注意问题 好我的问题是 华下跟蚂蚁的分别 是用什么来区分的 它的标准是什么 好写线 35号写线 35号 35号 好刚刚那个屁股稍微离开 对这样就算了这样就算了 对技术犯规 举黄牌 好纸移吗 旧的 那新的呢 好所以您自己 好玉璇请说 华下跟蚂蚁是用什么标准来区隔的 是血缘吗 好你摇头不是 那不是血缘还有什么可能性 生活习惯 好这样讲也对 来生活方式还记得吗 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区隔两种大的生活方式 是哪两种 一种是农业 一种是游牧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的华下 或者说后来的中国 基本上就是农业的生活 好那蚂蚁或者说这边的蚁 或者有时候也叫蚁笛 反正都是这些动物的这种指称 他们是被贬低 那他们是行游牧的生活 那我这边这张地图比较好 这是根据我们前面杜正盛的那一本 中国是怎么形成的 开学有介绍给大家的那一本书 那这是他书中的一张图 我觉得这张图很棒的就是 你看春秋以前红色的就是华夏 如果它标示蓝色的字就是蚂蚁 我想请问各位 褚是华夏还是蚂蚁 在这一张 蚂蚁 是不是蚂蚁 我们在这次的其中考是不是有一题就在考 褚国有印象那一题 然后是不是讲褚国就是被华夏贬低 那褚国是不是国君也就自己觉得我跟华夏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的不一样就展现在他的生活方式的不同 那你再看这个地方的秦 请问他是华夏还是蚂蚁 秦是不是也是蚂蚁 所以你不要用后来的观念 说什么寒兆未除烟齐秦 这不是中国的范围吗 那是战国以后 春秋以前这一些都是被华夏集团 被农业集团所贬低的 好那你在这一张图可以看得出来华夏在中间 蚂蚁绒迪在四周吗 可以还是不可以 你们是觉得可以吗 可以 我觉得不太行 有没有发现这个蚁根本是在最中间的地方 同意吧 这个蚁是不是在最中间的地方 所以你如果在春秋或者春秋以前来看 华跟蚁 华夏跟蚂蚁它是交杂居住的 来记住这个观点 华夷杂储 华夷杂储 所以你没有办法很清楚的 把华夏放在一个固定的范围 把蚂蚁放在另外一个范围 好这个是我们在这张图 大致上可以看得到的 可是跨一步到战国 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我把这个概念叫内中国外移比 中国就是华夏 所以这些彩色的部分 已经全部都是华夏 你有发现它变华夏了 它是不是也变华夏了 如果我们刚刚讲的华夏跟蚂蚁 是血缘的话 理论上血缘DNA是不是不能改变 可是文化生活可不可以改变 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说秦跟楚 在从春秋跨一步到战国 它华夏化了 它农业生活化了 好那这张地图还有另外一个概念 蚂蚁戎底被挤到四边了 那你如果说刚刚这一张分不出来 刚刚这一张是不是春秋以前 那这张是不是战国以后 是不是你就这一张很明显的蚂蚁戎底 就真的被挤到很边边的地方 而至少这一张没有嘛 看得出它程度上的差别吗 好那我想请问各位 春秋跟战国时间上是连续的 可是到战国之后 华夏可以在中间 蚂蚁戎底被挤到四边 我们说一句话讲叫内中国外移底 那我提示各位是因为当时 华夏在它的生产技术 有一次巨大的突破 各位知道我讲的巨大的突破是指什么 来 铁气 铁气 所以铁气的使用是不是让农业民族 可以生耕 把那个土壤深处的养分是挖出来 所以中国历史上应该说华夏历史上 第一次生产力大幅的提升就在战国 所以在战国的时候 这个区块发生什么事情呢 本来它中间是夹杂了很多的蚂蚁戎底 蚂蚁就在你身边嘛 好那蚂蚁怎么了呢 蚂蚁这个时候受到华夏民族生产力 因为铁气巨大的突破之后 它面临了抉择 第一个是他们就地华夏化了 就变成中国了 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是不是很具有竞争力 那我就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 改变了我的认同 那第二个也有可能有油木民族不愿意改变 变成华夏生活方式啊 那在一个强大的华夏农业民族的压力之下 它是不是就退到四周去了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历史的过程 从吹旧到战国 大概有这样子的变化 那再跨一步就是秦始皇 嬴政统一天下 所以我们看到刚刚的地图 再跨一步 各位要知道啊 我们看彩色的部分 都在今天相当于中国长江流域在北边的地方 长江流域已经是画在地图很南边 所以当秦统一天下的时候 白色的部分是他一开始所设立的36个郡 我们知道郡线嘛 直接统治的地方 是白色这个区块 那这个秦统一天下的图 值得我们注意的点是 第一个它分的36个郡线 我们说行政区有大有小 通常一个很小的地方化成一个郡 跟很大的地方也化成一个郡 请问哪一个地方是比较热闹的 比较小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尝试 所以你看这张地图 哪些地方是当时中国比较热闹的 你从它的郡的大小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 好是不是应该是在我手笔的这个地方 所以是不是越往南边一个郡就越大 因此代表这个地方是比较偏僻荒凉 或者概念上来讲还没有那么滑下的地方 这样我听懂意思 所以中国早期的历史重心在北方 后来才发展到南方 我现在讲的是白色区块 好另外一个你现在看到灰色的区块 这些是今天的哪里呢 浙江福建广东广西 是不是根本还没有在秦始皇的天下的范围 华夏的范围 所以当时是百岳嘛 当时都还是蛮夷夷夷夷的地方啊 只不过因为它适合农业 所以后来是不是整个中国发展的方向 就是往可以行农业的地方尽量去扩张 所以最后把这个地方包含到白色的范围 好那我现在再提两组名词都是复习 秦统一天下之后 设立郡县是在白色设立郡县 那设立郡县 郡县的长官郡叫郡守 县叫县令 他们就是负责在基层推行政令啊 把律令这套东西推行下去 反过来讲是不是要在所有的编户齐民 去收到足够的税 要老百姓尽每个人都一样的那种义务 我们是不是先前叫编户齐民 所以各位要知道 这等于是一个华夏的范围 同时是一个军职的统治 怎么样统治 我们一般就用郡县来做称呼 我直接的管理它 然后这个地方老百姓都有编户齐民 要缴税要辅劳役 好那一样根据杜正胜我们先前 中国是怎么形成的这一本书 大概到了秦汉的时候 慢慢已经形成所谓的中国本部 那这个中国本部你可以说就是 农业国家的范围你可以说是华夏的范围 这几个名词都是可以交互 就是互相代换的称呼 那这个中国本部的范围跟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一张秦帝国统一天下的范围 是不是最主要的差别只在于比较晚华夏化的这一块 可是除了这一块之外是不是其他的地方 连边边角角都长得还蛮像的 所以中国本部我们可以讲 秦汉之后它改变不大 一直都是这个黄色的区块 所以这个黄色区块我们现在先确认一点 第一个它就是中国历代行郡县 直接统治 然后里面的老百姓是编户齐民的地方 那这个中国本部以外呢 它就变成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重点 好我们开始要接课本第66页的地方 有没有看到第一点课本写 汉凶争夺西域控制权 西域这个字它其实在讲的就是 中国本部以西的这一块地方 其实就它字面的意思 那西域这块地方的属性既不是我们刚刚讲的郡县 这个地方的老百姓也不是编户齐民 所以一句话讲它不是中国本部 那不是中国本部它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课本的线索 这一段是课本的文字 红色你可以把它画下来 在西域设置都户府 都户是指那个officer 都户府是指那个officer 好我们讲过这个观念 有时候是指它的衙门都户府 指那个官 那个主官就是都户 好那你在这边会看到一些 跟编户齐民跟郡县 不太一样的用词 来监督诸属国 郡县里面还有国吗 郡县没有国 可是你有发现在西域是还有国家的 这些国家有被消灭掉吗 没有它还在 所以汉帝国派到这边的都户 只是在上位做监督 然后这边控制诸属国 监督控制是我们现在用的词 可是我们如果是皇帝派郡县的长官 直接统治这个地方 我们不会用控制 不会用监督这个词 各位请在这个地方用个动词 知道它的属性是不同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拉一个比较时间长的脉络 都户这个官职 实质实测 所以它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吗 不是 它有时候hold得住 有时候它hold不住 好那这是课文给我们的线索 那现在这个表格 请你抄在66页左边的地方 那里面抄我先问一个问题 我们先前的章节 曾经有一个很像的表格 这边郡县叫直接统治 这边叫间接统治 可是上面不会是都户 都户是我们这学期第一次出现的 我想请问各位 我们上一次画很像的表格 那个间接统治上面 是用哪一个词 来 是不是封建 封建 封建 还记得封建跟郡县的对比吗 来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表格 郡县跟都户的对比 跟先前郡县跟封建的对比很像 很像 都是直接跟间接统治 但我没有说它完全一样 但各位如果可以把先前封建那一套 拉过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控制度是类似的 好 那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里面抄 那郡县是直接统治 郡县跟县令就好像是皇帝的手脚嘛 好 所以它是直接接受脑部的命令 去代表皇帝去管理那个地方 那我们讲先前这些郡县令 做不好都可以直接换掉的 做得好我当然可以让它继续做 或者把它升官嘛 所以它是皇帝的意志 在郡县的延伸 概念上可以这样讲 直接统治 那直接统治就是帝国的统治嘛 皇帝派官治理当地 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黄色那一块 杜正圣院士化的中国本部啦 好 所以这块地方从秦一路走到清帝国 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中国本部的范围的大小 也没有太大的改变 好 那我们现在如果回到汉帝国的话 都户代表的是间接统治 我们课本举的例子是西域嘛 所以西域这个地方没有设置郡县喔 这个地方的人民也不是边户齐民喔 政府只是派了都户 像班超或者早期的张谦这样的存在 去监督控制这个地方 所以它代表帝国的监管 各位知道监管跟统治是有一个不太一样 监管只是在上面看着看着这样而已 好 然后当地人还是治理当地 所以西域之所以这些国家 西域有几十个国家嘛 那这些国家基本上都还是自己管自己 只是汉帝国是他们的老大 老大派到这个地方来的代表叫都户 所以这一套杜正盛把它称为叫势力范围 所以势力范围在这边 我们是拿来跟中国本部做一个对照的 那势力范围就有时候势力强的时候 它是范围势力弱的时候就失去这个范围喔 好 希望这个表格你已经操好了 那我们如果把都户形容成是封建的话 各位就知道它的控制力 它的控制的程度是远远不及浚线的 还没有操完的拍一下 我们要挑下一页了 那你们班的编户齐名资料要赶快换一下 要不然你们班就不在我浚线管辖的范围当中了 这个要赶快换一下 好 跳下一页 那我现在把它地图画 那这张地图各位也可以对照67页 上面是不是有一张地图 好 我觉得我这张比较好一点 这张的范围大一点 有把汉帝国的范围整个画出来 那课本这张因为它主要是要呈现思路 所以它并没有把空间上像投影片这张来得这么大 好 那你现在做一件事 你在67页的这张地图找到敦煌这个城市 它在深绿色那一块的边边 好 找到敦煌之后你把它圈起来 好 有人问卷说老师走到台下之后不要离它太近 要不然它会很紧张 就你们的问卷充满各式各样的问题 我都照做我就不用教书了 好 来敦煌把它圈起来 好 圈起来之后画一条直线 我这张地图也是画在敦煌喔 敦煌 然后敦煌你就直接在敦煌画一条垂直的线 好 来敦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以东就是郡线 以西就是都户 我们是不是等于把刚刚那个图表 直接把它图像化了 变成是地图表式 所以这边就是直接控制中国本部啦 这边就是汉帝国的势力范围嘛 有时候hold住 有时候没hold住的嘛 所以它有一个程度上很大的差别喔 那敦煌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作为一个地理上 你一出敦煌之后 它就不是郡线 它就不是中国本部了 有这么大的差别吗 有 我不知道各位在国中有没有学过一些唐诗当中 是有提到阳关还是玉门关的诗 好 各位文学家那个引一首诗来听听吧 西渡阳关无故人 西渡阳关无故人 好 句子还有没有 春风不渡玉门关 有听过吗 好 来 这边我就列一首啦 这都是各位耳熟能详 这是王之焕的梁舟词 春风不渡玉门关 所以在这个虽然是唐帝国 不过汉帝国跟唐帝国状况很像 所以是不是出了玉门关之后 地理景观整个感受都不一样了 好 来 现在我们把玉门关跟阳关标记出来 这两个关其实非常近 我刚刚是不是讲这里是敦煌 敦煌一出去 因为它等于是从汉帝国 或者后来的唐帝国的郡线 来到敦煌之后 已经来到中国本部的最边缘了 然后出了敦煌 往北边一点的那个关口 叫玉门关 出了敦煌 南边一点叫阳关 这里是不是有标示阳关 阳关就是往整个 我们今天叫新疆 当时叫西域 比较南边的一条重要的通路的起点 玉门关就是敦煌出来之后 往西域比较北边这条路的起点 所以不管是唐诗当中 在淫煌门关或者是阳关 他们在讲的其实都是出敦煌之后 景色为之一变 那景色为之一变 我们怎么跟现在的课程做连结呢 就是它已经跟传统的农业的生活 农业的景象是不是不一样了 我们刚刚是不是一直在讲 生活方式是华夏是中国 在这个地方你就知道说 它为什么只能是中国的势力范围 当然西域也可以行农业啦 可是毕竟它在整个气候的条件 跟环境上跟中国本部 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好那这个都提供各位参考 那我们刚刚已经引述了好几次 是杜正胜的这本书 因为它很重要 我再引述一次 那这本书是我们在 应该是寒假前 开始上这学期的课程的时候 我讲到这本书很重要 那你们要看这本书在图书馆 大概也看不到 但是在云端 我有把这本书比较早的版本 就是它还是一篇文章的时候 有放上面 那各位如果对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 就历史它的演变来讲有兴趣的话 这是一个写得极好的一本书 那篇文章也是极好的一篇文章 那我稍微摘入一些内容 带各位来看杜正胜这位院士 他的描述 他说秦汉政府都在新征服地设置郡县 予以编户其名化 这个就是我直接hold住 而且百分之百hold住的地方 因此这些就是中国控制的 所以叫内 那这个中国的本部 中国的内到什么范围呢 仅止于敦煌 所以刚刚请你表记敦煌 真的是一个重要的点 再出去就是西域都护馆了 敦煌以西不能算中国 那它应该算什么呢 所以我们刚刚图表当中的势力范围 是杜正胜讲的不是我讲的 我是把学者的概念 放在刚刚各位抄的表格 所以各位抄的表格 看起来好像重点整理 其实蛮高级的 学者的意见 好那杜正胜又说 旱去西域遥远补给困难 那交通条件跟我们现在完全不同 我们现在老实讲了 地球都成为一个村 是不是小小一个地球 好到哪个地方 都不会超过一天的时间 可是以当时来讲 就会有一个因为交通条件 跟我们现在比当时困难很多 以至于远一点的地方 就觉得真的很远 那个心理上的感受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汉帝国 派一批大军驻扎在西域的时候 它有实质上的困难 而且各位知道派一支大军的意思 是不是你三餐要喂饱这些军队 然后你要付很多的钱 去养这支军队 实际上对汉帝国来讲 这是不可承受之重 要花太多钱了 好所以它会必要的时候 才从国内调兵持援 就是说西域有国家反叛啦 这个时候西域都户班超 发出SOS讯号 跟汉帝国的皇帝说 哇这个地方现在作乱了 赶快派兵来 所以汉帝国在这个地方的逻辑 它不是先在西域派一支很庞大的军队 在这边随时驻守 不是它是有需要当地有反叛的时候 才从国内也就是从中国本部 赶快派兵去西域去平定动乱 那就是因为它的逻辑是这样子 所以维持道路畅通变得很重要 所以各位看我们现在在讲汉帝国 在讲中国历史上的唐帝国 可是你放到世界史 只要是大帝国 通常都会盖高级的道路 请各位帮我举例 有听过条条大路通罗马吗 有 然后有听过波斯 有盖池道这种东西吗 不是各位上学池道的那一种 池道就是这边讲的这两个字池道 就是可以马匹在上面奔驰的 大帝国都有 亚历山大也有类似的设置 那后来的蒙古人也有类似的设置 所以为什么这些大帝国 都会强调交通的通畅呢 第一个它统治的范围大 第二个就是这边的逻辑 一旦在很远的地方有叛变的时候 我就利用这些高级的马路 高级的马路就是马匹或者是交通工具 在上面奔驰 是不是freeway的概念 速度就会很快 我就可以去那个地方平乱 老师你现在好像讲的跟课本 是没有关系的 来 其实有关 这些都是军事上的考量 都是战略的考量 杜胜胜这边讲出一件事实 中国政府会盖这些高级马路 是因为政治的需要 因为军事上要平定叛变的需要 那我们现在在67页最上面这张地图 请问标题它是要讲哪一个主题 把它讲出来67页最上面这张地图 它是要讲什么主题 那你们理解思路是一条怎么样的路线 是不是东西的贸易路线 来这条路线就是 汉帝国派兵要去镇压西域有可能反叛的 一模一样同一条的高级道路的路线 好于是杜正胜在这边讲出一个事实了 道路保持畅通 是因为军事的需要政治的需要 可是他有反对有人在上面做生意还干嘛 东西贸易吗没有 所以东西贸易是这条道路后来衍生的另外一个功能 而不是它原本的功能 它原本功能是干嘛呢 镇压反叛 所以各位要知道 有些东西它原来的用处 跟它后来的用处是不太一样的 我随便再举一个例子 各位都知道隋帝国 我们下一节课就会谈到 隋帝国不是盖了好几条运河吗 后来那些运河是不是都在运粮时 可是隋阳帝当初盖 特别是通往江南的那几条运河 请问当初隋阳帝盖那几条运河是干嘛 是它个人要去玩乐的 是它要去游玩的路线 比较方便它到江南去玩 这样各位有听懂 所以有那个原来交通设施是什么用途 你就始终要维持那个用途吗 没有 所以思路并非旱庭的本意 这边的意思是 它不是原来这条高级道路的用意 它本来是要军事镇压的 只是后来用在贸易的路线 那变成了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好那我们现在等于是把 括号1蓝色这个标题讲完 接着请看67页的括号2 好从汉帝国跨到下一个 秦汉之后就是隋唐帝国 那隋唐帝国在这边有一个格局上非常像 各位请看到头影片的标题 我只把刚刚的标题换了一个字 把汉换成唐 可是中国本部还是叫郡县 百分之百hold住的一直hold住的 然后那个势力范围还是叫都户 不一定永远hold住的 hold的程度只有百分之五六十的 所以你会发现 汉跟唐竟然如此之类似 我们还是稍微带一下 课本67页的内容 来67页在课文当中 那请把课本天克韩绿色标题底下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画下来 安史之乱以前西域整个控制在唐帝国的手中 好这边这句把它画下来 好当然课本这边有讲一个发展的过程 原来在隋末唐初的时候 北方的突厥这个游牧政权非常之强大 好所以李渊在建立唐帝国一开始的时候 还曾经向突厥帝国称臣纳贡 这有点在中国历史上是反过来 那后来是唐太宗以及后来的唐高宗 先后征服了东突厥跟西突厥 因此才变成是由这些游牧国家的老大 那因此天克韩这个词我猜各位在国中已经耳熟能详 所以当时唐帝国的皇帝对农业民族 他就是皇帝的身份 那对于这些北方或者西边的游牧民族 他就是天克韩的身份 天克韩其实就是游牧国家的领袖 好那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 那天克韩其实这个概念 他底下就是都户 因此他可以征集各韩国的军队 这是课本的文字 那这边如果你在课文要再加上几个字 你如果看不懂可以加一下 是透过都户征集各韩国的军队 就是天克韩就是唐帝国的皇帝去担任 可是唐帝国的皇帝通常不会去指挥调度 因为他在西域还是有代理人 叫西域都户嘛 所以通常是都户去执行天克韩 也就是皇帝的意志 去调动各国的军队 然后策立分封 你看策立分封 跟我们前面讲的封建有多像 所以我才会讲都户的这一套 跟封建 其实是有它类似的地方 我们再强调一次 这些都是中国的势力范围 只要出了敦煌 就是一个监管跟势力范围 这样子性质的一个存在 而并没有像内地的郡县一样 请翻到课本68页 我想课本这边的文字很多 因为你看得懂 所以我就不多谈 来翻到68页 68页的底下有一张地图 我跳太快了 这一张 当然本来课本在68页放这一张 是要讲整个东西贸易的盛况 以及当时唐帝国周边 还有哪一些民族 但这张地图我想看的是另外一个重点 请听我讲一次然后把握 来这张地图橘色的部分就是中国本部 也就是画为郡县的范围 我现在是用刚刚汉帝国的方式来讲唐帝国 一模一样 好橘色的部分是中国本部 那这张它画的有点太超过 其实不包含这一块 中国本部的范围一直就是我们刚刚看到杜振盛 黄色的那个曲块 也就是这一块 可能会扩大一点但是不会差太多 好那至于整个唐帝国的势力范围 就是这个地方黑色的曲线 框起来的这个范围 那当时各个地方有设立很多的都户 不止西域都户 还有什么安南都户 安北都户 那反正加一加这些全部 框起来非橘色的部分 全部都不是郡县 都只是势力范围 那这张我嫌它画的不太好 所以我在这边找到网路 我觉得比较好的一张 但你现在你用课本的这一张 好把敦煌找到 课本这张地图可以找到敦煌吗 好你可能找不到敦煌 请各位找到那个河西 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大概在河西这个地方 它相当于敦煌的位置 好一样圈起来画一条直线 好跟刚刚前一页的地图一样 往东边是郡县 往西边是都户 一个是中国本部郡县 一个是中国的势力范围 归都户所管 所以汉帝国唐帝国 我们时间上其实差蛮远的 但是我们如果就这个 它统治是属于 直接是间接的 是纳维郡县 还是它是由都户所监管 的这样子的两层的 不同的控制的程度 那其实它是很类似的 好希望各位都已经加工好了 那因此我们看到 这一些势力范围 官吏都是用本族人 如果是突厥的范围就突厥人当官 那甚至世袭高度自治 你从杜正胜在他书中的描述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绝对不是郡县 郡县不是这样管的 好然后这一些地方的老百姓 也不像唐中央政府纳税 只有郡县才会是编户其民 那如果是在势力范围 规都户所管的 他们也不是编户其民 所以也不会像编户其民 那样子的纳税 好那因此我们现在看一个词 汉唐的这一套 势力范围只有监管的方式 我们也叫做基迷 我不知道课本有没有基迷 这两个字 有人有找到基迷这两个字了吗 好如果没有的话 也没关系 你在67或68页 找一块比较大的空白 你就写一次基迷这两个字 然后现在有手机的 你拿出来查一下基迷 是什么意思 他不念基迷 他是二声基迷 基迷就变基迷花了 基迷二声 好我有丢任务给各位 基迷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牵制为细 牵制为细 有没有人查到别的意思 笼络控制 笼络控制 你们刚刚讲的几个意思有一样吗 我不太确定 笼络是相似 这个解释蛮特别的 细牛马的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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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面的意思 反而最好用 它很像是 你牵着家里的拉布拉多 如果你叫拉布拉多 牵它出去散步 那我们现在牵口出去散步 不是要给它套一个套环 然后用绳子牵着它吗 可是那个绳子 现在不是有一种绳子 是可以伸缩的 现在对宠物也是尽量用人道的方式 是不是可以伸缩 所以如果那个绳子够长的话 你家拉布拉多 是不是没有感受到 它被绳子拘束住 好来 那个就叫基迷 那种状态就叫基迷 所以基迷是一个高度自由的状态 可是你讲它高度自由 它始终有那个绳子把它牵着 这样有听懂意思吗 基迷就是这种状态 所以我们如果用白 用那个刚刚文字上来讲 就是监管控制 可是它不是一个随时在控制你 它只有在你真的 譬如说叛乱的时候 派军来镇压你 或者只有在最大的范围去管辖你 细的东西都还是你自己管 所以基民这个词真的有点难解释 但在势力范围 在整个西域都护管辖的诸如此类 好 那我们等于是把今天的 第一个大主题讲完了 好 可以 好 再来基民你先写会这两个字就好 好 再来我们要谈思路这条路线 思路是一条东西贸易路线 那我现在把课本 因为课本真的太简单了 你大部分都看得懂 我把66跟69页各摘一段 跟思路有关的摘入出来 那汉帝国我们都知道 张迁通西域着空嘛 一条东西贸易的路线 对汉帝国来讲被创造出来了 所以这边在讲这件事情 那因此这条叫思路 我想思路不用解释 各位知道就是从敦煌出去 的一条路线 那到了唐帝国还是维持这条 你在69页可以看到这一段 跟西域各国有商贸往来 那这有点像是 汉帝国走一遍的 唐帝国又走一遍 好 但唐帝国开创的 第二条思路的路线 是海上的 所以从马来半岛到天竺 一路到波斯湾 这一条你在课本69页把它画下来 叫海上丝绸之路 所以现在累积两条了 陆地上的我们就不加陆路 就直接叫思路 海上的加海上两个字 因此海上思路 那我们现在地图上看就很清楚 这一张一共有三条思路 那不管是汉或者唐 农业国家所建构的 是黄色的这一条 然后这一条就是在唐宋之后 慢慢开始海上蓬勃发展 其实这条路线走的 阿拉伯人比唐人还要来得多 因此走这条路线海上的 那为什么又有一条绿色的呢 绿色这一条其实是从 匈奴在草原崛起之后 草原他们也有一条路线 自己往西方去联系 那这三条路线 现在我搭配刚刚课本两段文字 我们做成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你可以抄可以不用抄 如果你概念上记得起来 其实是蛮简单的 所以大概在西元前 相当于中国在战国到秦汉的时候 游牧民族有自己的草原思路 那如果是中国农业政权 是到了汉帝国的时候 张迁之后汉武帝之后 有了一条思路 这两条思路的时间差不多 我们这边不用记细节的时间 好那到西元后的七世纪 也就是唐帝国鼎盛时期 因为同一个时间点 穆罕默德让阿拉伯人整个大崛起 他们除了在陆地上 是一个跨三大洲的帝国 同时他们也在海上 沿着波斯湾沿着印度洋 绕过中南半岛之后 来到广州这个大港做生意 因此形成了另外一条 叫海上思路 我觉得你这个如果对照时间走 就会很清楚 当时世界史的发展 跟唐帝国的发展 那这个就请各位自己看时间走 好所以这三条路线 我们现在如果讲到唐帝国 是通通齐背 所以东西方就呈现一个 贸易非常的热络交流的状态 那这边因为概念上很简单 我想带一个稍微难一点的东西 各位不觉得你在历史课 都会听到东西交流 你有没有听过南北交流 为什么都是东西交流 不是南北交流 来我给各位看一个学者的理论 这个贾德戴蒙是世界级的学者 他的性就是钻石这个字Diamond 那Diamond就提出这个理论 他说以全世界的各大洲来讲 欧亚大陆是东西轴线 非洲大陆是南北轴线 全世界最长的一条南北轴线 在美洲大陆 而东西轴线是有利于交流的 南北轴线是不利于交流的 好现在征求主动回答 为什么南北轴线不利于动物植物 物产物质的交流 好这边回答 气候可不可以讲清楚一点 气候我大致上同意 南北纬就是它的温度差异很大 所以那个植物不能在 低纬度的植物能够在高纬度 好南北纬的气候差异太大 所以低纬度的植物动物 可能没有办法在高纬度生存 好没有办法交换之后生存 来大家同意这个道理吗 所以我举一个 Diamond在书中有举的例子 就各位都知道草尼玛在这里 草尼玛应该是在这里没错 那整个北美洲的墨西哥高原 这里很适合草尼玛生存 可是我们在历史上 几千年看到的是草尼玛始终待在这里 而没有来到这里 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它得在纬度上 跨越在气候上 相差非常多的地方 所以它就构成了一个障碍嘛 南北是不是纬度本身就构成了 气候上很大的障碍 以至于它的传播 它的阻力比较大 它的阻力很小 可是你有发现如果是东西传播 基本上是在同一个纬度上面 因此它的传播就会变得很顺利 而没有阻碍啊 所以我今天这个地方栽种的粮食作物 大麦小麦 我是不是一段时间之后 就有可能传到欧压大陆的另外一端了 好来 这是Diamond很重要理论 那你再回头看 为什么思路都是在讲东西交流 虽然这个道理也没有很难 但它被假的Diamond整个建构出来 这本书我大推 那我们现在在北一 我们选第一班群的同学是越来越少 但这本书适合123班群的所有的同学 就是它里面其实谈了蛮多科学的东西 但在谈科学的时候 它又可以同时谈历史跟文化的东西 那任何同学只要看这本书 都会得到很大的启发 它其实光台湾的综艺版 都已经出版了25年 但历久彌新 那各位可以在图书馆 或者在我座位的那个小书柜可以找到 你要在我的书柜借也可以 都建议各位高12 读一些经典的好书 这本绝对是经典好书 虽然老但是很好看 枪暴病菌跟钢铁 提供各位参考 好那我们最后还剩几分钟 我们就谈唐帝国 那课本68到69页 我想这些内容各位大致上都看得懂 请看到68页最上面图3之3 好这边是不是唐代的文物反映多元化交流 我想这个从国中到现在是讲到烂 那透影片我打算讲一些 你可能没听过的东西 来唐帝国是一个混血的文明 我们先看这一张 这一张是课本68页的同一张图 但我觉得课本选的照片没有让你觉得很惊艳 有没有看到68页上面的这几张图片的最右边那一张 是不是骆驼 好是不是就这一个 我是截他的局部吗 骆驼上可以坐这么多人吗 你们觉得 压垮骆驼的五六个人 这一张的概念 好那我放大我其实是要给各位看 他们所做的这一张波斯地毯 你有发现我这个亮度就比课本那一张好很多 这样看起来就真的颜色很漂亮 那这个颜色各位知道烧窑 陶瓷在烧的时候 那个颜色本身就是一个化学反应 那要在你的陶瓷当中 唐三彩这种东西去烧出这种高级的蓝色 它需要一种化学的原料叫做氧化菇 中国没有氧化菇 氧化菇是哪里来的 是透过西域从西亚传到中国来 所以光这个唐三彩本身的这个颜色 孤蓝色它反应的就是东西文化的交流 就是我们有时候不要小看 我们在课本上看到这些图 它背后其实是有很大的学问 那当然文化的交流是大家很熟的概念 我只是举课本有的图 帮各位再多说一件事情 那我们这次段考也有出现 陈安孝福这本书 我们也都很熟 胡汉在这个时候是混血 不是官隆集团辅兵制吗 所以隋唐帝国在血缘上也是混血的 可是我觉得混血这个观念 好像我们讲的大家也都接受了 我带各位看一篇惊人的文章是陈以雀的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两个陈以雀的考证 各位还记得那个名字最后一个字有知字的 代表它是道教家族吗 陈以雀的考证 好还有另外一个考证 是不是中国北方在战乱的那些物宝 反映在文学作品就是桃花源记这篇文章 也是他考证的 我现在在讲第三个陈以雀惊人的考证 他考证什么呢 李白的绅士 他考证李白的绅士 他从李白自己的家谱去考证李白的绅士 李白讲说他的祖先 是因为政治上冒犯到的当权者 被贬到调之这个地方 调之大概已经是在中亚接近 那个伊朗那个地方就很远 可是陈以雀就去考证 李白的祖先不可能被贬到这个地方 各位知道被贬的意思 是不是代表他被贬到版图的其中一个地方 然后变比较低阶的官 然后陈以雀就去考证 在他祖先的那个时候 那个地方根本还不是唐帝国的版图 如果他不是唐帝国的版图 他怎么被贬到那个地方去呢 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 是李白的祖谱造假 然后他又从李白的祖谱当中 他的父亲的名字有克这个字 克这个字在中国的用法 经常就非汉人的意思 所以是胡克 那这个他的推论其实是有好多层 因为各位知道 你如果只有一个条件去推论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被推翻 但他这个论证非常的缜密 他最后得到什么结论呢 李白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 绝无一意 你能想象李白的面貌 是跟今天阿拉伯人一样的面貌吗 这是他的考证 那我们都会自己去脑补李白是长什么样子 虽然我们都知道 我们讲唐帝国是不是胡汉融合 可是你想李白 你是不是都还是想汉人李白 你想胡人李白 你想阿拉伯人李白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地方 大家的惊讶的程度 可是其实我们在讲唐帝国 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啊 好那这边就提供各位参考 所谓的混血文明是指这一点 那最后我们还剩几分钟 我们把东亚文化圈 来课本69页最底下 这个点我们谈过 第二行请话 七世纪东亚文化圈 我想我们这次段考已经考过了 我就把课本这一页底下的图 有看到我标一个很浅的蓝色吗 大概7到8世纪 好所以中国周遭的日本 朝鲜半岛跟越南 就学中国嘛 把这些元素学过去 哪些元素我们也讲过这一些 课本是不是在69页有列出这5点 好这些我都不讲了 因为大家都很熟了 可是我在这一节课的最后 要跟大家讲的是 他们学中国 一开始他们是有自己的目的的 这是课本第70页 请翻到下一页 好他们是要加强中央集权 也就是说他们当时都在整个 国家建立的过程当中 我学中国的中央集权的体制 是因为我在日本我在朝鲜半岛 我在越南我也要中央集权 所以我学中国这些东西 东西嘛 那学的意思是 他会把一样的东西搬到日本 朝鲜半岛过去 可是课本在7世界他谈什么东西呢 对 主观意愿他是学中国 但客观环境不同 所以最后科举制度到了朝鲜 到了日本是被贵族垄断 各位还记得中国的科举后来 是不是越来越公平 可是日本跟朝鲜 最后是被贵族垄断 像朝鲜那一段我们有提过 不是被两班贵族所垄断吗 所以他完全欠缺公平性 他是一群人持续可以透过科举 垄断政权 所以同样的制度他学过去 最后的结果截然不同 好 那这个是我们在一之三也提过的 他本来是他的知识分子都学中文 问题是日本有自己的语言 朝鲜有自己的语言 越南有自己的语言嘛 那最后为了让所有的人 语言都可以配文字 所以他们都发明了自己的文字 所以这也是一个东亚文化圈 后来各自走自己的路 那我们举最后一个例子 是在课本第七十页 那佛教也传到日本 传到朝鲜半岛 可是传到日本去之后 日本的佛教是跟神道教结合的 那像这边我有几天前 看到了一篇文章 日本的佛教跟神道教 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像他们在小孩子出生的时候 初公义是在神社 然后他们有所谓的七五三义 就小朋友七岁五岁三岁 要穿那个和服 然后到神社去 你会觉得日本人都是信神道教 可是日本有超过九成的人 在死的时候 是用佛教的葬礼 所以在日本你如果去统计 他们是什么宗教的时候 最后统计出来 人数都会是两三亿人 日本有这么多人嘛 日本才一亿出头人嘛 所以很多人的宗教是复数形态 那这个其实跟佛教原来 他在中国的面貌是不同的 那最后一个是日本的出家 是可以吃肉 然后可以结婚的 这是这一节课的最后一张投影片 这是前几年日本的偶像剧 男主角是三下至九 他演的就是一个和尚 可是他是可以谈恋爱的和尚 然后他是未来的住持的那个接班人 他还是一间很有钱的庙的和尚 所以他谈恋爱的时候 还什么带女朋友到什么逛精品店 LV之类的 就是一个我们在台湾的 如果是一样主题的连续剧 绝对不会出现的桥段 好 体会一下 这一节想到这边自由下课 谢谢大家 好 几号 好 几号